黑夜二樓民宅冒出火光 燃烧的烟雾向外弥漫 邻居们全惊醒 惊慌逃窜 就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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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就已经来不及了 火就已经那么大了 已经有火了 后来后来又发大声 根本你看不到啊 全部都烟啊 消防人朝屋内洒水 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而屋子里面已经烧成一片焦黑 29号凌晨 新北三重这处民宅 二樓房间突然起火燃烧 第一时间只有住在一楼的阿嬷 投过一劫 睡在二楼的阿公女儿 和孙子都往三楼跑 最后消防人员分别在走到 阳台水塔旁边发现三人 见到家人陆续被救出 阿嬷情绪相当悲痛 虽然火势在十分钟左右就扑灭 但三人都失去意识 只有女儿送医后恢复生命迹象 但老伴和孙子经抢救后 还是宣告不治 那现场我们大概来了80个消防人员 燃烧的面积大概他一个楼层 大概12坪到15坪 那因为二楼的客厅全面燃烧 所以杀到三楼 所以整个燃烧的面积 大概也15坪左右 警消初步调查起火点 疑似是在二楼 由于现场为木头隔间 因此燃烧速度相当快 但怎么会引发火警 还得等火雕报告出炉 才能厘清 但一场大火夺走两条人命 家属悲痛万分 记者程维纯新北报道